请 请 王先生 您这是 要 来来来来 好 请请请 来来来 小李 来来来 坐坐坐坐坐坐 小李啊 这有一阵没去你们审计局了 今天在院里碰到你 特想请你吃顿饭 喝点酒 王县长 您刚才吃药呢 就是 王县长 别喝酒了 还吃着药呢 酒哪能免呢 咱们在一起好好续续救 徐主任 开酒 小李啊 老局长怎么样 挺好 挺好 信网办加了很多群众来信 工作人员正在加班加点的紧急处理 反映最普遍的问题是什么 焦化污染 你打算怎么办 这事先放一放吧 为什么 焦化是支柱 制污染就等于是制焦化 没有通盘的考虑不可能成功 另外一个问题是反映上岭村学校示威访 可是村委会却复礼堂花 我觉得这个中间肯定有问题 这事我替你联系潘烂山 她是乡长 别看她平时稀稀哈哈的 肚子里有祸 你跟她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好 我知道了 你跟她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好 我知道了 我听说 你在追查刘仲罗用羞辱款的事情 对 你有没有考虑到后果 我们先不管 你能不能挖出一个违规违法事件 但是你都把刘仲得罪了 而且是你身边的一群人 我在信访办 也的确听到下面人的很多议论 说你查的是奴用款 动的是安和的干部 你初来乍到 站稳脚跟 可是第一件事情 那要换了你 你会怎么办 我也还没有想好 一个县委书记 你必须要替老百姓的利益着想 可你要是把身边的干部都得罪了 还怎么完成这个工作 我说一副县长 你能突然问起上两村委会的事来了 不不又是康明生康大书记让你问的吧 潘县长 我现在接着信网办公室的主任 这是我的工作范畴 我既然接到了群众的举报信 我当然会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他又给你分官了 我告诉你 官多不贵 你说这康明生怎么回事啊 他怎么只贵宰朋友杀熟人呢 他这是犯糊涂吗 怎么六亲不认呢 潘县长 我们还是谈谈工作吧 那好 谈工作 别查了 走 好 康处记啊 动用这笔资金虽然违规 但是是必须的 我认为我没错 那把结果说出来 为什么不可以啊 这笔资金虽然违规 这个钱啊 都用在支付录上了 我需要具体的负责任的数据 那些账策就是具体负责任的数字 行了 真的 不好意思啊 我不愿意再纠缠这个 如果没有问题 把结果说出来又何妨 如果有问题早说 比碗说要强 听你这话我更不好说了 如果我不说吧 好像里边有什么问题 我说了吧 好像我惧怕了 岂不更说不清楚啊 得 咱别在这上飞兔嘛了 走了 我越来越觉得 那八百六十万的背后有鬼 这个世界上 最可怕的不是鬼 是人 我说潘厢长 你要是不跟我说清楚 那这个事我就要查查你了 不是不是去解建房子的事吗 你查的有啥意思 这不是有没有意思的问题 村委会被盖上宫殿 却眼睁睁地看着学校坍塌 你觉得这钱 花得没问题吗 潘厢长 难怪人家高林子会打你 你是不是打了鬼啊 你要这么说的话 天地良心 我潘来山不贪 我不战 我这么跟你说话 你应该清楚了吧 还不明白 不是你想想看 王怀水和王县长 他是本族兄弟 你要这么大张旗鼓地查下去的话 会不会影响县长和书记之间的团结 会不会 这件事情就不用你来操心了吧 我想康书记比你想得明白 他明白个屁 他明白他就不查这件事情了 他明白 潘厢长 看来你是真的想让我追究你了 好 康明生他跟你是同学 但是我跟你没有交情 我现在就去上岭 把你还有这件事情一起查了 不是我刚才跟你说那话 你没听明白啊 我不想明白 不是你这嘴 你这嘴比高临的那拳头厉害 我遇上康明生就已经够倒霉的了 再遇上你 那真是倒霉到家了 好吧 看来这件事瞒是瞒不住了 那我告诉你吧 村委会是用上岭小学的钱盖的 什么 这边走 咱们现在这就是夏岭村 夏岭村呢 主要姓王的比较多 而且姓王的全是大户 是吗 对 夏岭村怎么着也得有个一两千人呢 没在哪呢 前面一左拐就到了 你看这叫夏 没事 就那块 看吧 够气配吧 这你们村怎么还有个办事处的牌子啊 办事处 这就是王怀水夏岭的家 挂个办事处的牌子 其实啊就是为了霸占红枣生意 这可真够贪的 谁啊 谁啊 我这芝芝是我的海洛姑娘 别的姑娘她敢进来吗 也是 你眼睛怎么了 怎么了眼睛 怎么了眼睛 怎么那么红啊 我以为怎么了呢 昨天没睡好呢 你 你怎么了这 怎么了这是 眼睛 怎么了 你 你去赶赶赶赶 这 这 你跟我闹什么呀 不是 我是来跟你说正事的 两年前 县里批了五万块钱 给上林小学盖校舍 王怀水她就私自挪用了这五万块钱 盖了村委会 为了达到她自己霸占的目的 她还自套药包拿出了五万块 把房子盖得跟供电似的 潘兰山她要从王怀水开的交化厂那里得到资助 又位于她与王县长的关系 就一直替她隐瞒着这件事情 这些都是潘兰山她亲口告诉我的 王县长知道吗 房子盖好之后 她就再也没有去过红枣林 一方面是她不知道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是她知道 却刻意回避 说这个王怀水 她开着交化厂 付得流油 连盖学校到五万块钱她也谈 这也太丧尽天良了吧 你现在知道 为什么上里村的人 守着优质的红枣 所以过着那么穷的日子了吧 这件事要查 可一定要慎重 尤其是涉及到王县长的有关言论 不能 挺风就是雨 王坏水是王坏水 王县长是王县长 不能因为他们是亲戚 就把这所有的事情都混为一谈 嗯 我知道 还有件事情 我想把村委会改成学校 好主意 你说 你为什么老能跟我想在一块去呢 不是 不容易 这里面千头万绪 难 你担心王县长啊 这个因素不能不考虑 对 眼下工作局面还没打开 如果我跟他先掰着起来 那这个线啊 还不就乱套了 我说康明生 八百六十万的审计 你可以大刀阔斧雷厉风行 怎么这点小事你 有些事情可以大刀阔斧 有些事情不行 先让我醒来吧 行 我给你三天的时间 要是上岭村小学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我这个县信网办主任 就要到市信网办去告状 我就告 你们官官相护 只顾自己的利益 不顾老百姓的利益 不顾老百姓的利益 我保存在 快里面 我看不懂 我说我就不明白了 修路款那笔 修路款的那个事 你为什么要查它 你查来查去 你能查出什么结果来 你能不能全当是 这笔款子给捐出去了 去做好事去了 什么什么你 就今天又哪一出 什么哪一出 不是你能查出什么结果来 我告诉你 从审计开始的那一刻起 这八百六十万 就已经有了结果了 什么结果 人家想要什么结果 就有什么结果啊 这我可是听审计的人说的 不是我就不明白了 你说修路的事是刘仲搞的 修路款的事 也是刘仲挪用出去的 这事要烂烂在他手里 你跟着擦什么屁股 这笔款子牵动很多人 你要是还想在安和干的话 你就趁脑绕过去 别去碰他 傻了吧 我明白了吧 你明白什么了 我终于明白了 这八百六十万的审计啊 我还纳门了 王七光他们 为什么肉无其事还大力支持 是 那本天早就给我布好局了啊 最后的结果是让我替他们说话 我明白了 你说你让我怎么说你 康明生 自到你来了安和以后 我觉得很高兴 真的觉得很高兴 我觉得我有判断了 我愿意拿着我开刀 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这样你会尽快地站稳 能脚跟打开局面 但是我没想到你到现在为止 睁着眼睛往墙上撞 你如果还想在安和干的话 要是清醒点吧 好 好 老头姐 我谢谢你 我明白 我看你是中邪了 康主角 康主角 对 那个 审计小组说啊 这个支付录的审计报告都出来了 这么快啊 他们说啊 您要得急 就连夜加班 把这个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 都搞清楚了 您 还有事吗 您要出去啊 我就是想提醒您 上午不是审计小组汇报会吗 通知一下大家吧 对不起 改下午 您 您有事啊 对 为什么改到下午了 我也不知道 上午啊急从路走了 我也没敢问 去哪儿去了 好像是去市里了 市里 嗯 康主角 对不起啊 我来晚了 来 麻烦你 帮我在身边加把衣 好 康主角 就得你了 可以开始了吧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 这位是云岭市审计局秦处长 现在是 安和制服录工程项目 审计小组组长 从现在开始 制服录审计项目 由市审计局接受 我希望大家有事啊 我现在说 只是教育 都不在意 是 也不在意 一个人 你 有些话人多不好说 我想私下来跟你谈谈 胖书记 我就不明白了 现审计局的结论已经出来了 你怎么突然要试审计小组 要重新审计 这样做事会有负面作用的 大家会以为 是你康书记 对现审计局的能力不信 我们既当运动员 又当裁判员 这样的比赛结果 会让人信服吗 我请上帝部门来 就是要帮助我们 得出一个公正的结论 胖书记 我就不明白 你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结论 我要结论 结论只有一个早就在那摆着呢 我现在做的 就是最大程度的接近真相 我真心希望那八百六十万 真的是用在支付录上 是这样 难得康书记 有一幅菩萨心肠 好 是 老师 这 什么 我们 去 看 我们 一个 有一张 你 其实 你 好 刘水净 什么 搬来视审计小组搞突然袭击 康明什么 康明什么 一根筋的尽头子又上来了 刘首席 善计部门来的人哪 都是精兵强将 看样子 不达目的他不罢休 那先不说 这批筷子能不能包住 要是按照卫规处理的话 您这一关不好过 刘首席 我担心这件事情 会影响到你的以后啊 刘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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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谢谢你的关心啊 这样 咱们先把这关过了再说 刘首席先生跟我说过 说那八百六十万账本上 做的是天意无福 第一说不符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这样 你心口先扛着 如果实在扛不住 有我刘首 你放心 好 我刘首席 就算是 我刘首席 我刘首席 你刘首席 你说这不别有用心吗 你作为一个副县长 县力审查一次不够 还要搬来上级接着审 他看名声什么意思啊 这不明摆着 要把人置于死地而后快 是不是 他是 闻不了刘仲 披我后边一丁点的屎味啊 我算看出来了 只要是刘仲用过的干部啊 他都要整 党同伐异嘛 说我把教育的目的和方向都搞错了 那我这个教育局长不就成废物了吧 刘仲的老师都是个废物 他刘仲用的好到哪儿去 不是 你 你什么意思啊 辞职信我都写好了 过两天就交上去 苏老 你这一撤呀 咱安和的教育界 那就得贪罢了天哪 再说了 这么些年了 你费了这么多心血 你舍得吗 舍不得又能怎么样啊 我这个人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不想憋屈 来 二叔 你慢着啊 慢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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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村里啊 在村里啊 还算个人样 一出村 这狗屁都不是 你啊 有空的 你就敲打敲打他 也让他长进长进 你说 咱们老王家 多几个有出息的人 我把他就交给你了 你替我看着他 二叔 你放心 只要我见到他 我就敲打他 好不好 来 来 来 慢着啊 慢着 慢着啊 好好好 坐好 二叔 更年 慢点开 二叔 好 别忘了 好好 坐 坐 坐 先慢着 你说你还真有脸 带二叔到我这来 你小贺 闯了祸 就知道搬二叔来说情 我实话告诉你 人家现在都已经查清楚了 你把建村小学的五万块钱 拿去建了村委会 是不是 而且还自己霸占着 来谁 我说你 你真缺那点钱吗 你的良心真让狗吃了吗 哥 你不知道 那是块风水宝地 风水先生说了 站住这块地 能保咱王家 世代昌盛 如花富贵 我特意问了风水先生 就这几年 安和的县委书记 就是您的了 行了行了 别拿这套糊涂我 要不是看着二叔的面子 你那堆烂事 我才懒得管呢 我告诉你 赶紧把村委会腾出来 还给学校 该做检查的做检查 你要过不了这一关 我饶不了你 那 盖那房我还掏了五万呢 别提你的五万块钱 只当捐了 哥 你乡政府那吃喝拉撒可 都是我供着的 这再捐了 我就亏大发了 你说什么 你跟盘兰山 是串通的 串通 咱那乡政府 穷的叮当滥响 要没我那交话场 他盘兰山呀 早就揭不开锅了 他对我睁只眼闭只眼 彼此心招不宣 这不能算串通 最多是个交话嘛 好一个盘兰山 哥 这事啊 肯定是康书记倒的鬼 他这么故意整我 实际是冲着您来的 您仔细想想 他康书记 来安和做的事 哪间不是冲您来的 高林的这事 明白着吧 这不用说了 这次这审计 这刘仲早就走了 他还审计个屁呀 他要不是冲着您这县长啊 他何必费这么大劲呢 他就是怕您心里不服 这才故意整我 挑我毛病 找我茬 让您这说不清道不明啊 这真太阴险了 行行行 这用不着你操心 你只要不要给我惹麻烦 比什么都强 你堂哥 也就是干这最后一届了 你可不能把轿子往沟里抬 懂吗 你要有所准备啊 这次审计可能会是个持久量 只是红枣岭那条路 急等着要开工啊 支付录账目我做得实在太看了 如果存在问题 一定隐藏得很深 会费长功夫的 最好查不出什么问题 我带你消息 好 好 靠叔叔 这次审计 就是康书记 知道 康书记 大妈 你们找我呀 康书记 我们是称管阳村敬劳院的 阳村敬劳院啊 我们的几间房子风雨就漏 没办法 只好回村去住 等着主人给我们修 好几天了也没有信 后来我们又跟你写信 不知道你收到了没有 给我写过信啊 写了 寄到信房办 让他们转交呢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大约有七八天了 不行 guy 他費用了 大约有什么事啊 在你身上 就要去 最好 你说什么 你身上觉得 怎么能扔 intelligence 我说你 转给康书记的信谁敢扣牙 我问一下 你们几个有没有收到 转给康书记的信啊 承担阳村寄来的 我当然没有 我也没收到 您不信哪是这份吧 我已经处理过了 为什么不上报呢 我想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我问过他们陈书记了 他们说正在筹钱繁星 所以也不想跟领导团手麻烦 那是以前今后不许这样了 对不起啊 这个事情怪我监察不严 陶军长 你现在放下手头所有的事了 陪我去乘关阳村 康书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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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书记电话电话电话 看看我们的 康书记到屋里坐 我来看看你们啊 谢谢 康书记来了 康书记 康书记 靖老院共有居民二十五人 实际居住十五人 七月十人一个房屋师兄 暂时回家了 年龄最大的八十三岁 最小的六十五岁 其中三人 是参加过抗美院长的战士 另有七人是革命烈士的后代 这些老人啊 辛苦操劳了一辈子 为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老了老了 没人没女 靠这样 肯定是要靠政府 而我们还让他们 到现在了还住这样的房子 反正我俩 我不好意思走进这个大门 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 中秋节之前 别跟我说困难 我不管有什么困难 你要把老人的 这房子修好 好 定 对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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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鱼汤看起来可真咸 康书记为民操劳 废寝忘食 整个人都瘦了一圈 来 多喝点鱼汤 好好补补啊 你是又找我有事吧 什么事 说吧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情趣啊 那糖不错 现在已经第三天了 上林小学的事情 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你该不会真的想让我 到事情完办去告状吧 那件事啊 还得再放说 王怀雪的问题 是铁板钉钉的 你怕什么呀 你怕跟人家王熙光搬腕子 这有什么好怕的 那个在林松做几世来雷厉风行 大闹门斧的人去哪儿呢 没那么简单 现在表面上看啊 安和很平静 那是因为八百六十万的审计 结果还没有出来 一旦出了结果 整个安和就会起波动 所以现在 咱们一定要谨言慎行 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明白吗 真是让我刮目相看 当我买了 你自己吃吧 又干不止 太可笑了 hil呀 怎么这么难看 怎么跟个茄子似的 康书记带不带啊 我辞职来了 怎么 你好好的辞什么职啊 就是为了康书记前两天 批评你来这儿 有点度量好不好 徐主任 用不着你站在这儿 说风凉话好不好啊 我不伺候他还不行吗 老夫子 康书记带 你把辞职信给我就行 给你 不行 我要亲自交给他 老夫子 刘同仁的事还没完呢 你不知道 我用不着你在这儿提醒我 不提醒你 人家康书记查知福 不就是审计刘仲了吗 你作为刘仲的老师 应该躲着呀 你还往窍口上撞啊 我呀 我就是来吃枪子的 行了吧 这老夫子 吃枪药了吧 苏记长 为什么要辞职 知故问 你还是琢磨琢磨 下一个该整治谁吧 至于我嘛 不劳你费心了 我来 苏记长 来啊 苏记长 你 你 你干什么嘛你这是 怎么 这么快就同意了 你真够幽默的 总不能说辞职就辞职吧 也得交流一下 是吧 走 还是到我办公室 好 走 吴毕 我们就在这儿谈好不好 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老夫子 那么大脾气干嘛 去我办公室 好 去去去 跟你没关系 我听说当年苏老师啊 喜欢开门首课 正好 咱 咱们这儿也宽敞 把门打开 打开吧 能听到的人也多 那我今天也学一学苏老师 咱们来个开门谈话 好吧 就在这儿 那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 首先 安和中学的高考升学率 今年全市排名第一 这是在刘仲书记的要求下 安和教育系统 近年来取得的最好成绩 你不能因为刘仲的原因 就把他放定了吧 党同伐异 你这样说让人怎么工作 你别说 其次 吴薛花老师的意外受伤 的确是我这个教育局局长 不够称职 我苏小言啊 有自知之明 为什么要站在这个位置 等着跟他刘同然一样的命运 你说完了 我说的已经够多了 我说的已经够多了 好 首先 我对你只抓升学率的批评 和刘仲刘书记无关 如果你用官场逻辑 来理解咱们之间的正常工作 那也太荒谬了 我说的都是事实 事实是上岭小学的孩子们 无书可读 甚至连教师都没有 那你的升学率 包不包过那些孩子们 这也是刘仲让你做的 如果是你可以认为 我是因为刘仲 而否定了你在升学率上 做出的成绩 如果不是 那你就想一想了 问题到底处在了哪儿 咱们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我想我不用跟你讲 你也明白 苏局长 我批评你 并不是要否定你 我希望你啊 到上岭去走一走 就看看那些孩子们 我相信你看过他们之后 你就对你教育局长的责任 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如果等你回来 你仍然坚持要辞职 好 到那个时候 无论什么原因 我都会同意他 你真是荒唐 你逗个学问啊 这苏小妍 别跟着犯糊涂 这么简单的事情 非得要拉上刘仲 还要拿刘同文来说事 什么情况 这都不正常 我觉得挺正常的 你也觉得我是当他挖音 没有 没有 您看啊 刘仲是他学生 这个刘同仁是他同乡 是吧 现在呢 一个走了 一个被审查着 您说 他有这种想法 我觉得是正常的 我多嘴了 那没事我先出去了 他把我脑子搞乱了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是吧 对 那静老爷那边的房子 秀得怎么样 按照您的指示啊 我都办好了 明天一大早 老人们就可以搬回新居了 这样 你去给老人买点礼物 明天下午 你什么事都不要安排了 把礼物给老人送回去 好 我马上办 把这个 来 摸这上面来 把这个 来 对 哎哟 大哥 不行 再上来一点 再上来一点 上 多了 对 大哥 你这么闹很麻烦吧 那么啰嗦 不是不给你钱 再上来一点 行吗 对对对 行吗 来 大哥 这咱们先一把手 你这么弄 会不会出事啊 这钱你要不要 不是 你怕什么呀 事都做了 出了事我担着 跟你没关系 来 苏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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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局 苏局 苏局啊 太棒了 太给力了 什么呀 我真是没看出来呀 平时我认识明明的啊 今天真的是真刀真枪 跟康明生干起来了 我佩服您 苏局 您太给力了 苏局 佩服 你呀 还叫我老夫子好了 这个局长我干不了 别别别 您不干了 说明您仗义啊 我佩服的就是您这点啊 您也别上火 这么着 我有个事跟您说 咱 咱换个地方 换个地方 什么事你这神神秘秘的 很重要 您听我跟你慢慢说 小孙 你要举报康明生 对啊 这康明生啊 和林副县长搞破鞋的事 让我给撞见了 你别那么瞅着我呀 我这都有证据 你看 我给你带来了 你看 我这可是正大光明地举报他 哦 对了 老夫子啊 我这文化水平低 你呢 再帮我改改这举报信 你改完以后啊 我马上送到市里去 你举报你的 我这个人啊 做人有规矩 凡不是亲眼看到的 绝不加评论 况且就是这种事情